各位好,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 今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70周年的纪念日 在70年前的今天第一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在波兰打响 所以今天在波兰有一个纪念仪式,有20多个国家的元首都参加了这一仪式 在这个仪式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俄罗斯总理普京 因为我们知道二战时期,前苏联和波兰曾经是盟友 但是苏联解体再加上东欧巨变以后,由于波兰迅速的加入了北约 再加上现在美国又要在波兰部署反导系统 所以波兰和俄罗斯这些年的关系也越来越冷淡 那么这一次普京参加这些纪念活动能不能够使得两国关系得以修复 那么又能不能够使得在波兰部署的反导系统得以改变 今天就这些话题,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和评论 一位嘉宾是军事问题专家张兆东先生,您好 还有一位嘉宾是中国社科越俄罗斯中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江毅先生 欢迎两位嘉宾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大评论先来看一看 这个纪念仪式现在还在举行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当地时间下午两三点的时候 参加这个活动我们看到这是之前的一个画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波兰总统卡钦斯基 还有呢,从画面上还能够看到德国总理默克尔 另外听说呢,因为还有一些国家的元首 包括像这个瑞典的首相 包括像这个法国总理菲勇 还有意大利总理贝罗斯科尼呢 都去参加了这个纪念仪式 当然呢,也包括俄罗斯总理普京 从这个画面上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普京 这个仪式呢,是在波兰的波罗的海的海滨城市 格战斯克举行的 现在这个场子我们看到纪念仪式举行的地点呢 是格战斯克的二战英雄纪念碑 包括这些国家元首 还有一些二战老兵 他们都出席了这个纪念活动 先是举行了一个简短的阅兵仪式 然后呢,现场还播放了二战时候的影片 另外呢,人们还朗竹在二战时候 被纳粹毁灭的波兰城市和乡村的名字 一仗对鸣枪表示追念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各国的领导人手捧着蜡烛 是装在一个蓝色的器皿当中 然后呢,向这个纪念碑 二战英雄纪念碑呢 来表示哀悼和追思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 正在进行当中啊 这个活动呢,还没有完 所以先借这个时候呢 先请两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二战应该说这个纪念活动年年多有 在波兰今年举行这样的一系列重大的仪式 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应该说在波兰举办这样一个活动 虽然说是纪念这个二战 70周年啊 但是我想恐怕参与各方的心情 或者说目的各有不同 从波兰方面来讲 包括波罗比海国家 来讲恐怕更主要的是要 除了纪念二战以外 更主要的还是想反映出